男人看着女人被子弹打爆脑袋 他还没来得及上前抢救 女孩便失去了最基本的呼吸 捞头见此除了伤心更多的是愤怒 只见他伸出霸气十足的小手 妥妥将浩天锤给吸附过来 随着捞头撕心接底的幕后 天空也跟随着电闪雷鸣起来 这一幕惊呆旁边的赤瓜群众 眼看捞头的情绪已经完全失控 百里开来又射过来一颗子弹 就在子弹正要击中捞头前一马 却突然失去动力停了下来 颠颇这才意识到大事不妙 下一秒捞头变得彻底疯狂 将手中的浩天锤丢向空中 瞬间无数雷电直直劈向锤子 时间才过去了三五分钟 浩天锤就已被雷劈了上万次 紧接着又急速往地面坠落 重新回到了捞头的手上 众人急需一辆汽车逃离此地 如果你最近有购车计划 买车别太麻烦了 直接打开董车第三地看车 在家就能看车辆的配置 还能直接上门试驾 简单方便不选错 当捞头再次看着女友的尸体 阴暗生恨的他已经极度崩溃 只见捞头挥出手中的浩天锤 从里面释放出上万幅的闪电 对着村民发起无差别鼓起 他的世界已经彻底变回 如今势必要摧毁整个世界为挚爱陪葬